大家好,欢迎收看梅姐美食 今天为大家介绍梅干菜扣肉 每次请客的时候,这是我的拿手菜 准备一块五花肉 准备一些梅干菜,可多可少 这个梅干菜比较好,是江南那边的 它比较干净,没有那么多的沙子 所以不用泡很长时间,只要冲洗一下就行了 把五花肉放在冷水里头 让它慢慢煮开了 煮到五六成熟的时候把它取出 取出后放在盆里放凉 凉了以后把它翻过来,把这个皮 用那个什么,把它擦干了 放点油 加热以后倒点油 再放点糖 放点糖,等它 糖烧 焦以后把它翻面 炸成这种金黄色就可以了 炸至成这种金黄色就可以了 但是注意,火一定要小 否则它会崩得很 凉了以后,改刀切成薄片 用刚才的油锅 把梅干菜再炒一下 可以再放点生抽,料酒 它的咸味也够了,不用放太多的盐 可以稍微放一点盐 取一只碗,把切好的肉 皮朝下铺到碗底 准备一些葱,姜,蒜 炒好的梅干菜铺在肉上 然后用蒸锅把它蒸一个半小时 另取一个碗,底下铺上土豆片 把刚才蒸好的梅干扣肉 倒扣在这个土豆上 然后再上锅蒸,蒸半个小时 我的特点就是底下的土豆配菜 它因为出了很多的水 土豆就是吸水的 好 没解的梅干菜 扣肉就完成了 我的特点就是底下铺的是 好吃的土豆 土豆吸足了油 而且呢 它非常的脆处 面暖 非常好吃 这是我的特点 与别的扣肉是不一样的 那这样的铺 一个铺的环法 这个是一个铺的软